我們也有一集做主播的 然後也是 就大概我們要去試 他們就戴耳機 然後我們就要去播報的時候 他就忽然間有人要跟我們講話 我就停下來 我說現在跟你插播一則新聞 那個新聞試 然後他一講話我就 好 我知道 我還應該要對話 你們都不會被影響 對 這個剛開始很難 因為等於你一定要講話 然後有人在耳機裡面 跟你講說 你現在有個最新的 你要講什麼 這個 對 這不容易 有時候那個 你在插播一些臨時新聞的時候 突然發生一些臨時狀況 然後導播就一直跟你講 然後跟你Cue說 那你下一題要講什麼 那現在還發生什麼 最近狀況 然後那時候你 你又不能回導播 你只能就是 放在心裡面 的確會被干擾到 而且你同時要講話 重點是 對 這個我有嘗試過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在購物台 然後也是啊 他就會戴耳麥嘛 然後就會跟你講話 我也是啊 就是講一講一講 然後停住 然後現場 本來他在分享嘛 常帶在分享 然後常帶也是這樣 而且直播 對啊 直播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難喔 那你們一開始有出過球了嗎 有啊 出球還是多多少少 現在都還會 沒有辦法 就是一開始了 有時候播報也是 難免會台灣國語跑出來 傷音很重 你知道有時候 我在看那一些網路上 現在有一些就是 這個 分享我們球的片段 對對對 我就覺得 其實真的滿療癒的耶 很好笑啊 因為是直播你沒有辦法 有時候你就忽然有個字 真的就是講不出來 或是你就是會 就是打劫 我現在還是最愛 我自己個人最愛的一個片段 就是有一個 非常資深的主播前輩就是 接下來會已經報導的是 李奧娜多皮卡丘耶 可是他講完 他又不能笑耶 很鎮定 然後他很鎮定吧 這整段 然後我就覺得太... 太低了 他之前有一個片段 是那個有一個主播 我會忘記誰 然後他就一直說 接下來問你報告的是 接下來為您播報 接下來為您播報的是 接下來為您播報的是 是接下來為您播報的 就他這樣 他當機了嗎 那接下來到底要播報什麼 為什麼 他是因為還沒有傳遞進來 還是他真的有可能是 自己卡住了是不是 還是會有時候會有一些狀況 可能有點個人的狀況吧 對 我好像知道他說的 對 我知道他... 太酷了 好啦 那... 那... 那...